AK自动步枪大家都知道,它是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生产的一款经典枪械。 目前,全球产量已经超过一亿只,可谓地地道道的枪中之王。 当然,AK自动步枪之所以能闻名世界,自然也离不开它廉价实用的特点。 客观上说,这一特性逐渐也将AK变成了恐怖分子专用武器的代名词。 当下只要有武装冲突的地区,就能看到AK的身影。 不仅如此,就连美国五角大楼也经常会为其支援的民间武装提供AK自动步枪。 那话说回来,卡拉什尼科夫公司,难道就只有这一款武器能拿得出手吗? 其实不然。 美国星条旗报,2月23日报道,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,日前在阿布扎比防务展上,亮相了一款自杀式无人机,KOBOAV。 它虽然载重不大,速度不快,航程也有限续航30分钟,但它的攻击方式却相当特别。 只需携带5.5公斤左右的炸药,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飞行至目标上方,然后俯冲引爆炸药,以自杀式攻击来结束战斗。 美媒为此提醒军方注意,卡拉什尼科夫公司推出的这款自杀式无人机,未来很可能会像AK自动步枪一样,通过廉价使用的方式,来改变战争模式。 说白了,这种自杀式无人机,就是一款民间武装都能用得起的恐怖袭击武器。 据说它的造价只有几千美元,虽然算不上什么高科技装备,但它的杀伤力,却足够让美国正规部队喝一壶的。 因此,美媒也借此抨击俄罗斯。 这款自杀式无人机,就是专门为恐怖分子量身并做的。 另外,美国军事专家也认为,以往美军遇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,多发生在地面。 这种攻击方式,目前已经让美军疲于应付。 而如今卡拉什尼科夫公司,又推出这款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。 它未来也并会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美军的首选武器。 比如此前在叙利亚战争中,曾出现过的空中简易投弹装置。 也就是用商用无人机,挂载手榴弹,或破机炮弹。 他们虽然速度不快,杀伤力也有限。 但依然给很多地面正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 而现在卡拉什尼科夫公司研制的这款自杀式无人机。 它的速度和在何,要远比恐怖分子使用的简易式投弹装置,要相对先进很多。 攻击效率和杀伤力也有了大幅度提升,同时它造价非常低廉。 如果恐怖分子能大批量购入这种武器,就很容易组成空中自杀式编队。 向地面部队发起从极式攻击。 在这种作战环境下,未来美国大兵恐怕得人人装备一款单兵防空武器,才能出门执行任务。 否则弄不好就会被团灭。 最后再说,美国指责俄罗斯KUBUAV为恐怖分子,量身定做有没有道理。 在2017年波兰国际防务展上,波兰WB集团公司,就亮相了一款战争伙伴自杀式无人机装备。 它和卡拉什尼科夫公司推出的这款KUBUAV差不多。 最大航速每小时150公里,续航30分钟,可携带4.5公斤炸弹。 波兰军方一次订购了1000架。 另外还有以色列2015年推出的哈洛普,都是以自杀式攻击为主的无人机装备。 美国为何不抨击以下这些武器呢?